感謝大家在明天要補班的情況之下 來參加這場折務的活動 不過我們就有請問 放這個放假幹嘛要補班 明天需要補班的群聚手一下 我們做個決議明天不補好不好 不要玩笑 今天又是台灣接幹人工協會 跟折務一起來辦今天的折務 那當然今天的議題 我是一片雲健保大數據的風險的一個地方 這有點尷尬 因為我剛剛這個貝隆我想說 這個體會一定是雖有聯想的 我來問一下大家好 有沒有聽過我是一片雲這什麼歌 聽過的舉舉手一下 哈哈不敢舉對不對 好吧 有世代上面的 他是1977年鳳飛飛 就是一首歌 下兩首歌 OK好 那今天再來 主要來講健保 今天大家都對這個議題有興趣 哈哈哈哈 那個長者也在告訴我說很緊張 所以待會大家也不要讓他太緊張 哈哈哈哈 就我們就好好來考慮這個議題 到底健保大數據的風險跟倫理 到底有哪些 那包括剛剛有像伊林他講的 健保的使用 我們每一個人 在這兒每一個人應該都跟健保有關係嗎 應該都有吧對不對 沒有健保卡的舉舉手一下 有銀行發給的這個黑卡 無限卡的舉舉手一下 這個大方一點舉手 然後在台前會 還有那個那個 我們台前聯盟會跟你們募款 哈哈哈哈 開玩笑 但是有健保 沒有啦齁 那有健保卡的都有嘛對不對 所以健保其實就是很重要 台灣最重要的一個政策 什麼時候開始的 1995年 那在有健保以前 在有健保以前 台灣有多少人是沒有健保的 沒有保險 沒有任何保險 1995年以前台灣大概有多少人 是完全沒有任何健康保險 所以那個時候的八點大 一百塊幾個 一百塊一百塊 一百塊一百塊 來來來來 答案是 在1995年3月健保開發以前 有42.7%的台灣人 是沒有任何的健康保險 所以那个时候的八年大 大概看到的是什么 家里有一个人要上救护车要签本票 家里有一个人要上手术台 要怎么样 要总值 这台高一百一万 先叫你较为百分十万能分过分 但是劳工的家庭肯定一时拿不出这十万块 所以健保的伟大 在于说他决绝了有可能因病而病的穷劲 所以我一直认为 我这一生没有什么大志 但是健保的永续经营 应该是我蛮觉得应该该做的一个事情 因为在座各位跟我一样都最怕没有健保 健保从1995体看到现在 它累积了那么大的一个资料 其实这样 第一个如果你好好的应用 它的确可以分析什么 分析到台湾所有的可能疾病的恢复 盛行令 其他的包括说 为什么某一个区域里面的 某些疾病的盛行令跟它的那个发生率不高 那你可能可以对症下药去找出一个解决的政策 比如说公共卫生的政策也好 或者是说其他政策也好 那有什么不好呢 这些使用有什么不好呢 这些使用来到不是造福人群吗 但是另外一个议题是 那谁可以使用 什么样的一个使用 使用的过程 还有什么问题 还有什么东西 曾经有一个 我大概在二十几年前 透露这些人 二十几年前 在讨论健保的时候 有一个人讲说 如果让我展过这些资料的话 我可以设计一个很好很好 对台湾人很好好的保单 然后当然这个保单可以确保 确保我肯定可以赚 为什么 因为你们的风险都长 这个计算都长在我手上 我想说那商机无限啊 你应该加入它 然后也许现在怎么就可以 开这个 阿尼波之类的 不过anyway 回到今天的议题 现在如果你的个资变成一朵云 然后随时随地可以让人家下载 随时随地可以让人家去使用 那你作为一个Stateholder 你有什么看法 你有权利拒绝吗 那当然后面的那个风险到底是什么 伦理到底是什么 那我觉得今天可以有更多的讨论 因为包括两个原告 原告在这里 对 我们这种人很喜欢把自己变成原告 然后也把自己变成被告 这样才有机会视线 所以让你一次成为原告跟被告的机会 因为我们是很难得的 我们目的只有一个叫视线 那今天邀请到的是 文化大型法力协助理教授 许慧宁 他长期研究这个议题 那这应该是他第一次 应该这样吧 第一次做悲学术的讨论 悲学术 对 管同化这些大口的故事 包括他们的 跟学术的讨论 所以他一直过讲的 他简单很紧张 不过我刚刚已经给了半杯的 福利啤酒了 那可以分开一下 然后我们就好好地讨论一下 到底累积到现在的资料 其实有一些资料还没有建置化 因为早期不建保卡 你要记得吗 是纸张的 然后盖张的 对不对 你要换建保卡 那部份的资料基本上还没有 有一些还没建置 但是后来 有一个东西叫埃西卡 有一个东西叫做 整个资料的一个 数位化了以后 事实上 台湾有蛮多 有非常非常多的学术论文 量产的论文 都是透过健保 当然国际上也批评很多 因为我们量产太多了 量产到人家怀疑我们的品质 到底这些 也是一般也是有用的 那我们就欢迎 欢迎跟大家问一下 这个大数据 或者巨量资保资料 应用的风险跟倫理 我们就掌声的欢迎 欢迎 首先谢谢各位来听这一场 我其实在讲这个 有点紧张 虽然研究这议题还蛮久的 那为什么会研究这议题 是因为我之前有在 魔法人工作过 那在座有几位也有见过面 那当初就是负责这一部分 那我等一下可能会介绍一下 就是我当初在做这方面的事情的时候 到底为什么的流程 可能有一些东西 大家比较不知道的 可能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那可能也会 比较了解就是他们 Data User 还有他们 为什么工部门 当初会有这种想法的一些 经验 跟大家说明一下 有点花活动 这个 这肯定是 在研究中长 主席 那个 那个 可能就是还可以先介绍一下 噢 这个 我會介紹一下巨漾之道的一些應用 那這些的話是因為有些 同學嗎?要講同學嗎? 有些就是大家可能不太會知道 這個我大概講一下 就是巨漾之道的話 因為它有大量幾十多元價值跟品質的特性 然後它有化跨結構化跟非結構化這部分 那因為它這些特性呢 其實跟我們等一下介紹個資法 其實它的原理原則是有點違背的 那因為大量幾十多元價值的品質 跟必要性最少化這些 可能會有一些問題 所以在做一些利用的時候 會有一些不知道該怎樣遵循的部分 那這個我接觸還蠻多data user的 它有這方面的一些困擾 那另外呢就是巨漾之道它的特性 這個可能跟後面個資法是非常有關的 它是有別於就是之前的商業情報分析 其實是以前恰殘數再用殘數去做 做analysis 那巨漾之道它的特性就是它去找資料資料的關聯 然後它的重點是有資料去找資料的關聯 所以它必須要連起來之後 它才可以做程度的利用 那它的特性是因為資料不應使用而消耗 越用越多 所以在Atomic或是它的特定目的這部分 如果在先前沒有處理或沒有解決的話 後面的資料不管是自主性 然後正確性品質這些都會是 就是越來會造成越來越糟的情形 等一下跟大家介紹兩個就是已經救到不行的經典案例 那它在講 因為它有一本書就在講這個 那這邊就是在講說就是 就是BigData在應用的時候有什麼樣的可能性 那通常都會舉這兩個案子 就是說 我罵它怎麼樣去用它的資料 他們後來就發現說 它把在啤酒旁邊的走道放一些尿布的話 那時候尿布會賣得特別好 然後我們去探尋原因就是 通常在WeChat的時候 爸爸剛剛會去買啤酒 然後買一些Snack這樣吃 然後他們通常又會走到尿布走到去買尿布 因為老婆會叫到上面買 那他如果把這個尿布放在就是 啤酒isle附近的話 它會更方便 所以讓這個銷售量極限升高 所以他們就從資料上面去做一些連結 另外一個也是 救到不行的一些資料案例 就是預測懷孕的模型 就是Target的案例 他就是有一個未婚懷孕的少女 那他自己也過他自己懷孕 那就是Target就是 由他這個銅布上面的搜尋 還有一些行為的模式去分析 覺得他應該是很壞 然後就是開始寄一些這種廣告給他 那他爸就覺得很不爽 他就說欸怎麼我會收到這種廣告 叫這個Target的表情 那Target就說 欸你們家有人懷孕了 你應該是你女兒 然後他爸就很不爽 他就說我女兒還沒有成年 你為什麼可以這樣說 然後他說 我從你的行為上面分析 確實是他懷孕 然後後來 之後也是證實他之後也是懷孕 所以Target就是這種 這要分析的一些行為 其實帶給他們的蠻大的行為 那另外一個就是 這是國外的一些應用 他之前也是 因為我之前也是有做护data 所以也是有一些安定姐給大家分享 那我可以請問大家 你們覺得在感冒季節 7-11 什麼東西賣的最好 普拉特 蛤 普拉特 普拉特 那是一般可以知道 就是他 他是用Data去扣的 所以他扣出來是平常 沒有預想到的東西 就是口罩啊 然後衛生紙啊 還有他們說的藥都是 不是 還有呢 薯糖果 蛤 糖果不是 豆腿不是 泡麵 蛤 泡麵不是 薯草 也不是 咖啡 咖啡不是 哪裡的生理 記憶區的生理 他們用那個電子發票的Data分率好 水豆主 不是 他就是 跑Data的時候 他就是 就剛剛講的 他的 目的是 從我們不預設 不要就是 太多預設的情況下 他還是會有一個大前提 然後不預設 太多預設的情況下去 跑Data跟Data 中間的觀點系 所以他 跑出了這個 然後我們聽到 欸欸欸欸 因為那個是財政部 跟我講 然後想欸 這真有趣 他公佈答案了嗎 喔 基金 基金 我也蠻驚訝的 因為工廠感冒 可能不會吃到基金 不過確實那時候 在技術區的7-11 在 注入Season的時候 基金是蠻還不錯的 還是前生的 我可以 插一個小問題 是 那個 零收 上升那件事情 嗯 有人去比較 有用資料分析的 跟沒有資料分析的 跟沒有資料分析的公司 你知道為甚麼 就是做交叉比對 就是說 說不定那個時候 剛才是景氣好 不然你知道為甚麼 對 有沒有人做這個比對 好奇不應該 欸 不太清楚了 對 因為我就是 從法律上面 跟大家介紹 應該是有吧 因為他是用 WOMA跟Target 就是因為這個 有營車友增加 他們改變他們商業策略的模式 然後 他們的改變他們的 例如說走道的動向 動線等等 商品的擺設 包括現在很多 就是商品商駕的高度 什麼的 其實都是經過精算過的 所以 這個應該是 是肯定的 推論 那我們可以從剛剛 延伸下來就是 Data and Data Big Data 他要找尋 Data中間的關聯性 那確實 Data他在 應用的方式 大概有分兩種 一種就是從小顆粒到大顆粒 另外一種就是 到大顆粒到小顆粒 那這個部分呢 在 等一下要討論的部分 就是 從小顆粒的個體資料 到統計分析的 Immigate的資料 可能大家對於這部分 會比較常見 然後也是 比較 比較 會有整理的這部分 那另外呢 等一下 分證一下 他被人Immigate的時候 要處理的是 可能有一些 Etonomy 跟一些法律預計的問題 那後面這個呢 如果是各自資料連結 集中應用的時候 他可能會透過 這部特定當事人的資料 去追蹤到特定當事人 那 大家要知道 我們要做資料連結 我們要找尋資料關聯性 最重要的是 我們要去哪裡拿資料 每個公司都有他們自己的資料 他們絕對不會圖他們的資料給你用 那 我們自己有自己的手機資料 我也不會願意給你用 那到底去哪裡拿資料呢 那 工部門身上有很多的資料 他每天在服務我們 或是 幫我們run一些事情 那 他是我們納稅人 繳稅請的公務員 那 他的設備 是我們納稅人 繳稅買的設備 但是他們在服務我們的時候 找 跑出的這些資料 到底這些資料是誰的 那 WOP可以拿來用 那這部份的利基 另外一個 討論議題就是Open Data 那這個部分今天不會討論 但是今天這個議題 當初是從這個部分 漲出來的 所以就是跟大家介紹一下 到底火從哪裡燒起來 就是當初呢 101年的時候 那時候想要學國外做Open Data 那時候就想說 工部門要讓民眾有感 那有感要做哪一些呢 就是 一般的那個不用講了 一定是要先開 或是找吃飯 就是他們想要的 那大家想要什麼呢 大概就是觀光資料 觀光資料促進觀光嘛 再來就是 顧工的資料 你看這個說有點長 那麼有價值 那我一定 政府也是把它鎖定為 就是目標之一 另外一個呢 健保資料部 健保資料他們 非常重視的原因是 就是 或者是我們主持人 就是這方面的 人家 就是他收集了我們 這麼這麼久 這麼完整的一些資料 他們 我還是不要整理到信號 大家都知道是誰 就是 希望就是可以用健保資料庫 裡面放資料出來 提供給 用者多一些應用 但是這個部分呢 當初引起非常非常大的爭議 那爭議是從裡面往外燒 就是 光提說把這個 健保資料庫 來做open data的部分 就從 行政院層級 來燒了起來 那當初就是 有好幾位選者 跟這些 公民社群呢 他們就 常常去提管 那 其實這個部分的話 open data 主要是處理公共能資料 那它是去除隱私跟國家機密 所以 照理來說 這部分 可能 比較不會有 個性跟隱私的問題 那當然 它還是會有 要 透明跟這個 reuseful的問題 但是 那時候 因為爭議太大了 所以 這件事情 就擱置 那 當初 推動的這個 前政委 附近一 他對於這件事情 他覺得非常可惜 因為他當初提出來說 我們這個資料庫這麼完整 然後 這麼屬人 那 這麼多 然後 這麼 這麼久的東西 連用都不能用 那是不是 是因為個資法的關係 讓我們 呃 就是 沒有辦法使用 那問題是 在講這個事情的時候呢 有人就會說 奇怪了 之前在89年那時候就有啦 吵什麼吵 然後 就回去看 不是只有open data這件問題 是在89年的時候 健保署就已經把資料 丟給國務院梳理了 那 有什麼好 去爭議說 全民健保資料庫 不可以open data 那 這邊就是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 這個網路都有 就是 全民健保資料庫 它大概放出滿新的資料 那更詳細的 可能要麻煩各位去網路上面看 那為什麼那時候燒得特別嚴重呢 是因為 99年的時候推了一個個資法 那那時候當初就是 調查理個人資料保護法 其實早就有了 94年的時候就有了 那時候規範的 就是它特定的這幾個行業 然後沒有一起適用 那因為99年的時候呢 就是 就是修正嘛 那修正的時候 再配合就是 時間到了 就是大家 各個化妝師 這種服務 用的非常多 所以 data 累積量 跟那個 速度非常快 那大家再配上這個 各自意識啊 一起使用 個人跟 師部門也足不多用 然後政府也是很用力 在推這件事情 所以這件事情就是這樣 乾采烈火 就是一發不可收拾 那我今天在推這個 我就想 欸我沒有看過主持人欸 然後我就說欸 這個 有年先生好像在最早點 這一個照片 已經變成就是 我們在講 就是健保訴訟的 經典照片 那 大家後來就是 因為open data 他還沒有推 所以他就把 健保資料庫 要當作示範案例這件事 從open data的案例裡面拿掉 那轉到就是去處理 健保資料庫這件事 可不可以透過 政府這種方式釋出 然後把它操作成 用審議室民主的方式 來 來研究這個 健保資料庫open data 那 就我所知就是 應該也有給一些 資料給台城大 去做pilot 這樣子 那他們那時候 為什麼會一直吵說 我願意用 為什麼我不要用denta 是因為 他們想用台灣的健保資料庫 那 有人就會說 你如果真的要跑pilot 你可以拿國外資料啊 譬如說 HEPA 他們也有相關的機制 可以讓你做 做這個pilot 那台城大就會說 我們自己就有了 就是 如果可以研究出來 希望可以做成就是 符合台灣在地的一些疾病啊 還有一些觀察跟一些應用 那還是希望拿台灣的一些資料這樣子 那最後這個 好像也不了了 有沒有做出什麼 我不太清楚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查 那 另外一部分就是 open data 就是把它收起來以後呢 這個火呢 燒到健保資料庫 並沒有熄滅 反而就是 讓全團體 越來越注意這件事情 那 這件事情就 告健保資料 然後就一起告這個 國衛認同進去 那 衛福部後來就是 知道了 這件事情 他就做了一些狩獵 那 早在這個 102年的時候呢 他 當初國衛院是有提供給 非學術界研究類 那 非學術研究類 我們可以解釋為產業 他當初有提供給產業用 那 另外一部分他們就是 有提供給學術用 那 比較偏學校 那 呃 在102年的時候呢 這種 給產業用的呢 就是因為 爭議太大了 所以就把它停掉 那 後來這個 呃 學術類這個呢 也是 是後來的這個 健保輸送的這個案例呢 他才把它 停掉 那 停掉 那 停掉之後呢 我們沒有辦法申請資料怎麼辦呢 那 其實剛剛前面有講 其實 衛福部統計處之前 也有一個 一個資料庫 是提供資料給人家用的 但是呢 統計處在來說 只有 收少部分的部分 有資料 嗯 就我從 user那邊 收到消息 其實是 CDC 然後健保輸這種 資料 非常龐大 非常 素人的這種資料 反而是他們比較想要的 那因為 呃 統計處 基於他業務 他只能基於統計業務去拿 呃 其他他下屬 欸 不是下屬單位 就是他們 各 各 就是 數別的一些資料 他拿不到他全部的資料 他也 不可能把健保輸所有資料 存在那邊 所以相對的健保輸就是 他的資料是非常的 顆粒非常的細 而且他的肥量非常的多 那 嗯 後來被攻擊以後呢 他門就只好關起來 就剛才那些關起來 然後呢 就是資料就要從 全部從衛服部 總計處這邊出來 那 那 當初也是有 參與這個 案子 那 也有 為了這件事情 其實也跟 台詢會接觸了一下 那 呃 從這邊 我們可以看到 他其實在 呃 名稱上面做了非常多的 調整 因為他們 呃 衛服部那時候 在做這個的時候 有受到非常多的攻擊 那 有人就會說 這是我的資料 你憑什麼拿去做資料夾子 後來 他就改成資料夾子寫作 然後後來又是因為 就是 就是 不太受到好評 所以他後來就改成一個 比較中性的一些講法 就是資料科學中心 那他這邊 資料科學中心這個部分呢 是 其實很久以前就存在了 他就是 有一個政府計畫在做這件事情 那他就在讓一個資料庫 那他現在建設的目標 是把個別健康資料加值 然後在 呃 這邊有修正他的講法 在用這個集體的資訊 然後提供人家應用 那這邊可以看到 他的 資料流 就是 統計處 他把他 健保署 機關署 還有 國健署這些資料 全部會到 統計處這邊 然後部分的資料 是做二十加密 兩次 健保署 就我所知 他出來之前就做 然後到了統計處 就做一次 那其他的可能 就比較沒有這麼嚴格這樣子 那他們資料釋出 也有相當的 管理的一些原則 然後有部分的 還會經過他們的審議會 那比較特別是 呃 他們做實體隔離的 獨立作業區裡面做管理 意思就是 你要透過資料申請 然後經過審核以後 他把資料放在 就是他們的 獨立操作的作業區 那你不能帶筆子跟餅 你只能帶 你只能帶你的東西進去 那出來的時候呢 你只能 跑 拿你跑過的 data出來 所以他是透過實體空間的 資訊安全 還有一些 監控的一些 等一下會有圖可以看的 一些步驟來確認他的這些 安全 那剛剛有跟大家介紹就是 我們在看資料的時候 其實要去看說 到底資料庫裡面 是有什麼資料 嗯 不是說所有的資料都要 一定要一起做 一致化的處理 而是要看說他的 裡面內涵有沒有 屬性有沒有屬於 是怎麼樣來的 然後要存在哪些資料 那這些資料在 我們想要檢視的通文明 或是一些資訊安全上面 有做怎麼樣的處理 那我們這邊可以看到就是 現在資料科學中心 他的一體資料主要是從 剛剛說的 就是他執行公務這邊 收集過來的 大家可以做一些參考 他的第二類資料 是統計調查的 那統計調查 我們從統計調查可以知道 就是他除了是統計法 相關權限之外 他可以收過來之外 有部分是經過統一 拿過來的 然後另外就是一些 有抽樣檔的部分 然後他也為了 就是提供人家應用 他有一些 把主題式的一些資料 集放在一起 方便人家來應用 欸 等一下 另外一條 好 所以這個剛剛那邊 是統計師的做法 那他主要就是 呃 主張就是他規定 使用者必須要獨立作業區 然後被車路 他有非常嚴謹的門禁管制 然後還有監視系統 然後 呃 出來只能跑 N小 N小15的 不可以帶出來的一些限制 那 現在是5啊 現在是3嗎 喔好 那 呃 如果他有違反的話 他的主持人會被停權 那這邊就是跟大家介紹一下就是 他是怎麼樣跑資料的 就是個人呢 透過 呃 因為公部門執行職務 所以這些執行職務的就 呃 依據法律收集資料 那資料進到 呃 這些公部門以後再 透過統計處 按照他的職權收到統計處 那如果是呃 個人申請的話 他們要審 各 主持人要申請的話 他必須要透過這個 IRB的一些 相關審核之後 兩邊都經過了通過之後 才可以拿去給 教科學中心 那他必須要符合相關的一些規定 那另外一個比較特別的是 就是 剛剛有說嘛 當初國衛院 還有提供產業來申請 但是後來也不行了 那怎麼辦 你們產業非常想要這些資料 那 他們後來就 呃 如果你需要資料的話 就可以透過產學合作的方式 就是你跟老師合作 然後由老師來當作申請人來申請資料 那這部分呢 其實也是在 資料用者這邊非常困擾的事情 因為 呃 老師有他們想要做的東西 然後他們想要跑data 而且老師的基礎性很高 他通常 呃 不會按照就是 產業這邊的要求去 呃 做他們想要的 的應用 那產業他們也覺得非常困擾 因為 呃 雖然說這個健保資料庫不見得是 非常非常準確的一些資料 可是對他們來說 其實是也是非常寶貴的 那他們願意花錢 來付這些 就是 拿這些資料 但是他們卻沒有門路開 可以處理這件事 那有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用產業合作的方式 其實你是用 呃 導過來的方式 就是 事實上有的 老師他也沒有真的在 在管理這個資料應用 那與其按著來 那你告訴我 拎著讓我來申請 你來管理我 那如果你需要錢 我也可以願意付錢給你 請你告訴我怎麼做 那這個以前都有 為什麼現在沒有了 他們也意見蠻多的這樣子 那學校老師對這個就 意見比較沒有 沒有那麼多 但是他們還是希望 繼續開放給學術用這樣子 那這件事情呢 之後會有什麼樣的應用呢 就是 呃 之前在談的時候 通常都是我們 呃 透過資料 要申請然後去跑資料 那之後可能會有 剛做的巨量資料應用 可能會有 跨資料庫 那些應用 那跨資料庫的應用 可能會有一些 個人化資料啊 還有這種地方 就是location的一些data 然後交通資料 什麼這些 可能會有更多更多的 就是資料 漏起來的可能性 那剛剛講的這些呢 就是 呃 既然言高在場 這個我就稍微整理一下 就是 我認為這邊 比較是重要的一些部分 那 這個判決現在就是到 最高行 來說的 那在等這個視線 那 呃 我們認為說這個案子 主要是有大概這幾個點 第一個就是說 欸 欸 健保資料 他沒有經過當事人同意 然後就提供了第三人在利用 是不是有違反 知識語 知識語權的部分 然後再來就是 其實是 呃 我所知道的 長官他們非常堅持的 他就說 就已經非常安全啦 你拿出去又拿不到 剛剛做完一小禮賽 你拿出去已經有拿到結果 那 當事人其實也不知道 他只要可以用的 那用了又沒有對他們 產生任何侵害 那 他們認為他們的資訊安全是 不需要讓當事人同意 他也可以用 因為他根本就沒有侵害到 他任何的個資位置 這是他們的主張 然後另外就是 呃 他們認為他們的個資處理 就是他們的 不管是叫做 蓄式別化 密明化 蓄連結這些 處理技術 已經達到 就是 不再適用個資法的程度 意思就是 他已經達到 從平時特定當事的程度 所以他覺得 呃 已經不是個資 就不受個資法規範 那 這部分呢 我之前有 呃 接觸就是 憑法做案子嘛 也有跟法務部的學長那邊 有過次的請教啦 那法務部那邊 對於這個議題 其實 他們有他們的看法 那 呃 我有大概解釋了 等一下會整理一下 就是融入他們的角色 然後去理解就是說 為什麼他們會擋出 他們的 這個結論 然後 還有整理了一下 就是 呃 對於這個 就是 兩方的一些意見這樣子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大家先就是 站在一個比較中立的角度 然後來看看 法務部他們的看法 憑法務部跟這個法院他們的看法 是不是 真的比較 呃 也是有一說這樣子 那他的 他的理論是這樣 資料要處理過 以後才可以用 因為沒有那種資料收來 通常不需要處理 就是不需要做任何的徵修啊 整理啊 就這樣收來 全部放起來就可以用 那 嗯 檔案化 就是他在把資料 弄成資料檔案的時候 他就是叫做資料處理 有一部分的過程 就是會做趨勢力化 那 嗯 他認為就是 收集處理利用 是前後連在一起 那 收集了以後 就是要處理 就是剛剛講的 收集以後 只要處理才會變答案 所以他把收集跟處理 當作一個行為 那 呃 這個變成一個行為的時候呢 他就是用收集時候的特定目的 他就不會有特定外目的利用的情形 所以 收集跟處理變成一包 那 變成一包以後 他處理完 就是去連結 或是所謂的去識別之後 他就已經不是個資了 按照他們的想法 他沒有去連結嗎 對 這個是法律的 法院的說法 他沒有去連結的 我後面會講 我是說 他們的理論 覺得他們已經去識別 去連結 然後後來法院 確實是 後來法院就後面說 他沒有達到那個程度 那個後面會有補充 我是站在他們的鞋子裡面去解釋他們的事情 好 那 再來就是 呃 所以他沒有違反就是 呃 收集時的特定目的 所以他可以做這件事情 那 他們覺得說 為了要促進各自利用的時候呢 那 減輕這個 呃 收集時候的成本 然後促進各自的利用 跟流動 其實沒有 禁止的必要 那 但是他說 呃 但是為了 顧及就是 各支法輪格權保護 然後他覺得 還是要填補這些漏洞 那他的填補漏洞 我是整理成這樣 大家參考一下 因為等一下可能會有一些 奇怪的地方 他第一次就規範說 如果這樣提供者 他本身就是 資料釋出者 他就要符合第16條 他並有相關法的證據 他才可以做這些事情 然後再來就是 資料接收者 必須要符合 第6條跟第15條 跟第16條 除非就是 資料已經不是各自的時候 你才不需要 遵循這些事情 那 呃 他在解釋不需要用各自的 這個部分呢 他是說 已經完成 趣事別了 就不需要 那什麼叫趣事別呢 他裡面有講說 例子就是 徹底切斷 徹底切斷喔 徹底切斷 徹底切斷 剛剛 複習一下 剛剛前面講的 你要做資料應用 你要找關聯性 你就是要連嘛 那你要徹底切斷 資料怎麼連呢 那徹底切斷這個 資料跟特地關聯性 你一般人標準的時候 來看 他就不是各自了 就不用受各自法的 一些規範 然後呢 他認為 他們覺得說 趣事別化這件事情 是化解 公益跟私益的 衝突最有效的手段 那至於什麼是公益 這個是另外一個問題 大家可以 等一下提出來討論 那他們認為說 他們這樣子做呢 保護到當事人的 各自隱私 因為 進去是 也不是要各自法 因為他也是各自 那這個東西呢 也可以拿去 給大家利用 尤其是做學術研究 這部分 他們覺得是一個 非常大公共利益 這樣子 所以呢 這些手段 跟侵害性 其實符合比例原則 那第一個 比例原則 如果是法學院的人 就 大概會有這幾個 要素會去考量 第一個 就是有效性 就是 他的手段是有助於目的達成 是有用的 然後相當性呢 就是他特定的行政手段的成本 在最低限度內 至少要達到跟目的 所得到的效益相當 再來就是 比較 受到攻擊的一點 就是必要性 就是在眾多這個可以選擇 手段是選擇 最小侵害 意思就是 呃 對當事人的 侵害最小 那 法院他的意思就是 因為已經去世別啦 那就 成本最低 然後侵害最小 以上是整理 就是 最高型的一些意見 那如果有 不同意見的 等一下可以提出來 差不多這樣 那剛剛有說就是 資料提供者他需要 要符合哪一些呢 那左邊這邊是 呃 站在就是 法院這邊 他的看法 就是 既然 收集跟處理是一包 那 我收集之後 就要馬上處理 如果然後不可能變成檔案 那既然他符合我的 收集時候之間目的 那就去世別啦 那去世別的時候 就不是個之啦 那 所以這個部分 就不用再討論了 但是呢 這邊有在討論就是 健保署把資料交給他的 衛福部的這個行為 到底是什麼 他說 不是喔 我們這個是處理行為 不是利用行為 因為我沒有利用 我是提交交付 所以呢 我這個 沒有問題 然後呢 因為我有這個 收集職權 所以我應該也有處理 因為你沒有 因為他收集跟處理 提供嘛 所以這邊是他的看法 然後呢 他雖然沒有 利用的依據 但是 我處理 就是收集跟處理是一包 然後處理是利用的準備 所以這些嚴格說起來呢 都沒有什麼問題 這是他們的看法 然後再來呢 第四個是說 各自法這邊有說要 扶責法定職務的必要 那這邊 我用我的組織法 就是我為了促進國民 什麼福利什麼的 這就夠啦 這就沒有問題啊 所以都可以做 那這邊就是 另外 大家對於這個 意見的評論就是 嗯 我們參看其他國家的一些 對於這個收集處理利用的一些 嗯 解釋 收集處理利用應該是 各自單獨的行為 它沒有什麼 一包兩包三包 它就是你要做這個行為之前 它是一連串的工作沒有錯 但是它就是獨立的行為 你在做每件事情時候 必須要每一個動作都要符合 你收集時候的特定目的 你如果沒有符合的話 你應該要額外其他的 懷疑依據才可以做 那 呃 去世別化這個解釋呢 大家 他們會覺得說 也是一個資料處理的手段之一 所以你要做去世別化 這個動作 除非去世別化這件事 就在你本來 收集的特定目的 就是你跟當事人說 東西收來我會把你去世別化 我已經告訴你了 或是你有免告示的事情 事項的話 你才可以做這件事情 呃 所以去世別如果沒有 在語言室收集固定內 然後 你要做這件事 它就應該是那個地方利用 除非你有其他的法定依據 要不然你其實已經 侵犯當時的一些權益 然後呢 這邊就是認為 運健保署把東西交給這個 衛福部 是利用行為 因為他沒有什麼前面連後面 第二個連第三個 他是各自獨立的行為 我不管你 什麼是什麼的預備 什麼是什麼的一包這樣子 你把它交給他 他是利用行為 除非你有其他依據 要不然你不能給 資料 為什麼可以流來流去 那政府各式旗幟 意思就是 呃 之前曾經聽過要放data的時候 有很多公部門 他要有資料 他就會說 中華民國違法人 資料可以流來流去啊 健保署可以流到衛福部 衛福部可以流到財政部 財政部 財政法務部 全部都是我們的政府 為什麼不能流 大家有覺得這個意見 有什麼奇怪的地方嗎 都是一家 都是公部門 那 這個可能要從 呃 另外一個角度看 就是呃 我們政府機關各自獨立 各式旗幟 那他按照他的呃 職權收集資料 反過來說如果有侵害 或是要負擔一些責任的話 他也是要各自負擔 那如果說 資料可以在這些 中華民國違法人 大帽子下面流來有趣的話 這件事情可能就沒有辦法處理 所以呃 在工法這邊的看法是 不會是用這種看法 在處理data 好 好 另外就是 認為組織法是 關於 部門執掌 就是他只規定 誰可以做什麼 雖然他在第一條會說 這個組織是為了要 促進國民健康 還是要促進什麼 福利的存在 但是他不能單作 這個 各自利用的授權 他必須要有一個 作用法存在 才可以做這件事情 好 大師快睡著了 呵 欸 我怎麼回答 好 然後再來 好 剛剛再講的是 放資料的人 他必須要服管那些要件 他才可以放 那這樣收資料的人 收資料的人 在什麼情況才可以收 或者是他在什麼地方 時候 已經不是 受各自法規法 直接就可以收 法院這邊呢 就是剛剛 就是 我們的邱小姐 有說 法院這邊是才說 他 雖然 這個 這個 衛福部說 他已經做了很多加密 然後也符合資料安全 資訊安全 然後他加密到 沒有辦法視別當事人的 特定當事人程度 但是 這個法院去查之後 他就發現說 欸 誰說的 你們有人有K啊 有人有K你跟我講說 你已經完全切斷了 怎麼可能 不符合就是去世別化的標準 所以呢 他就是說 你還是要好好的改善這件事情 然後 健保祖那時候有說 我對 原始資料啊 是 原始資料 聚焦在這個功能 公共的上面 不可以在這個 效應的強度上面 那法院就說 喔 那如果是去世別化以後 到底是要以誰的標準 標準的標準呢 是以你的標準 還有我的標準 那他們最後 conclude出來是說 要以一般人的標準 就是 一般社會大眾 不會從資料的 就是已經做資料處理的部分 去輕易得知這個 資料的主體是誰 特定當事人的程度 這樣就符合他們的要求這樣 那他們的要求就是說 欸 雖然說這個 衛福部這邊呢 只要可識別有做處理 但是呢 還沒有到達去世別的程度 只要稍稍進一下 其實就可以符合了 那這部分呢 其實 大家對於法院呢 的意見 其實也覺得很激 又大家跟學者 批評非常的多 就認為說 欸 你在用這個去世別化這個詞 其實大家用語 非常不一致 因為剛剛大家 在自我介紹的時候 也有提到 去世別化去連結匿名 甚至是編碼這些部分 其實在英文跟中文 還有我們的法律裡面 都有非常多不一樣的用語 但是 到底這些 在問述是什麼 或是 這些東西 是不是一樣的東西 就我這邊的研究 我們不用去太拼命去處理 什麼叫做去世別編碼 還有可連結的編碼 跟不可連結的編碼等等 我們只要去確認一件事情 如果資料跟資料中間可以連起來 而且它可以連到 特定當事人這個部分 它就是屬於可識別 它是identifiable 可識別的這個資料 那它沒有完成的這個 完全去去掉 它可以連結到 特定當事人的部分的程度的話 它應該就是個人資料 那如果它是個人資料的話 你應該就要收到各自法違反 那你要收這些資料的話 你必須要有65跟16的規定 你才可以處理 那問題就在於說 剛剛說的 big data是要幹嘛 找資料跟資料的關聯啊 如果我資料全部切斷的話 這資料對我來講 幾乎是 可用的彈性非常的低 那資料一旦連起來 我現在手上很多東西都沒有連 但是我有可能如果下一個應用 馬上這兩個資料碰在一起 就連起來了 那是不是這樣叫做去世別人呢 所以這個其實是要非常注意的一件事情 然後再來就是講到比例原則 那比例原則的話 反正說 嗯 建置資料庫的時候呢 建資料庫是公共利益 欸我講到這裡嗎 等一下我開場 有沒有 就是建置資料庫或上 上訴人所延伸解釋的 這個提供資料庫 給地產人這個利用行為 已經有有用性 合理性 相當性 這個大家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那必要線的話 大家還是有很多的討論空間 那這件事情其實在我們之前做案子 在做那個 意見增集的時候大概意見非常多 那做資料應用的人他就會說 隨便讓你up out 讓你up out之後我資料不足啊 那資料的可代表性 取樣的這個樣本 就偏頗了 那我做出來的研究就會不準 那為什麼我可以讓你這樣好不好 那而且我做的東西都是為了 為了公公命 他們是這樣提的 他做了某些疾病的研究 做了一些解胖的一些 研究之後也發表論文 甚至是去做一些資料的部分 然後 然後 他這邊有說就是 他的資料處理跟利用 是基於追求更高的資料使用率 效率 那 他如果可以去世別化的話 就沒有平原則適用 去世別化還可以連結嗎 這個我覺得非常的疑惑這樣子 那對於這個 反對者他就會覺得說 這是你除了最小情害 去世別化是最小情害 可是我不覺得 最小情害是 你尊重我 買給他滿位 我按照我自己的方式 處理我自己的資料 除非你有等同於 跟我的自主權相當的程度的這種 正當化私有 你才可以做這些事情 那到底什麼是正當化私有呢 這個判決篇沒有說明 那其他國家他在提這個正當化私有的時候 就是歐盟這部分呢 他有把一些私有名列出來 例如說如果是跟健康衛生相關的資料 他可能就會是藥品的一些問題 例如說藥可能有一些瑕疵 還有一些醫療器材 有一些必須緊急回收的 然後歐盟他是跨國 所以他有一些跨國的一些 並這種部分呢 他才有某種程度的公共利益 才可以做這個 就是未定當成同意 就做這件事情 那他另外一件事就是 剛剛說如果自由退出 會造成取讓的偏誤嘛 那這邊所說的並不是說 退出完全健保資料庫 失去他核保的一些價值 而是我不願意 我願意用的話 我應該退出讓第三人 拿去做研究 然後去做利用的這個部分 那如果這個部分呢 是已經退出我 不讓人家做研究 不讓人家做利用這個 達到一些比例的話 表示我這個社會 對於這件事情 還沒有接受的這個公式 那這個部分我們之前 其實有很多 醫界大佬他們 工會大佬他們會說 北歐做得很好啊 北歐這個都沒有問題 他們從小這個資料 就會到哪裡去 就做了這些事情 但是我們是不是 要回頭來看就是 我們人民跟政府之間的關係 然後我們對這件事情共識 然後還有給第三人使用 應用的一些 他們產生出來的一些 是不是符合我們所知 或是我們所認同的一些價值 跟利益 這部分 可能還要進行的部分去參考 到底是怎樣 好 再來呢 呃 這個講過了 還沒 這還沒講過 再來是會講 就是講到最後 就是講到比例原則 那 法院認為說 他沒有違反不要心 因為他是情態最小 那他們認為說 這個 健保資料庫裡面的資訊 是非常有價值的社會資源 然後呢 這個資料庫 是非常重要公共財 那這句話的部分呢 我會去理解 資料庫是重要公共財 是不是在說 裡面的資料也是公共財呢 呃 我會覺得很疑惑 因為我確實有聽人家說 健保資料庫裡面的個資 是公共財 那我對這其實不太理解 那是我的資料啊 至少也是跟我相關資料 為什麼 你為了合保目的收過去 你就說那是公共財 然後再來就是 他們認為化解 剛剛前面有提過 化解個人的一些 私醫跟公醫的衝突 他覺得趨識別化最好的 因為呢 趨識別化可以 呃 在前端就處理這件事情 而且趨識別化 個資不是個資 然後又可以拿來用 所以趨識別化是處理 這個兩個衝突 最有效的方法 然後呢 如果呢 我們完全徹底排除 特定主體的資料 意思就是讓人家阿抱的話 剛的 這部分可能會 有愛公益的一個實踐 然後呢 剛剛也是有提到 如果我們讓 就是當事人去做選擇 阿病或阿抱的話 我們的這個 資料的樣子數 可能會受到影響 所以 基於這個公益 跟青菜最小 呃 我們 就是不給人家阿抱 那 呃 在批評的這部分呢 這邊就是說 剛剛 就是做總複習啦 就是 資料趨識別化 既然他把它解釋成 資料搜集處理利用的 處理這部分 那 按照 就是 呃 跟法院相對的 這個 Party這邊認為 搜集處理利用 必須各自有 各自的 法院依據 那 但是他 趨識別化沒有的話 沒有所合 這個搜集時候 依據其實已經超過 他的正當化事有 已經侵犯當時的權力了 那另外就是 法務部他的函視還有解釋 公共利益 是不確定的法律概念 他必須要個案判斷 那 為什麼這裡就是 可以把他同胞包起來 來做這件事情 再來就是 呃 這邊我這邊是整理 就是 原告這邊的意見 就是 雖然說 學術研究這邊 都有發表在學術期刊 那這些學術發表期刊 到底是 呃 個人利益 還是公共利益 或者是他有進一步的 這個 呃 應用的一些 呃 清藥啊 或者是一些 學術研究 導致有一些改革 或者是一些具體的部分 是還沒有看到 這邊就跳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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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603號解釋 這邊是有在解釋 就剛剛我在講說 呃 雖然就是 呃 個人對於自主 他有自主權去控制他 但是並不是任何時候都不行 他還是有某種程度 必須要退讓的部分 那 呃 這邊下面有就是 憲法對資訊引誓的保障 不是絕對 然後必須要符合成關限制 但是 剛剛有提到法務部對於這部分 沒有辦法很明確的 跟我們接定 那 呃 我觀察到國外的做法 有一個比較有 有趣的是 呃 澳洲的做法 那 呃 目前觀察好像也是有澳洲做到一次 就是 他有一個機制 就是在他們的 他們有一個各式保護專員 就是有點像我們的法務部 法律事務司 但是我們的法律事務司是 長在那個法務下面的 他有一個公共利益決策的一個機制 那 他的公共利益還分兩種 一種就是永久公共利益跟 暫時的公共利益 欸 不是永久就是比較普遍性的 那 他如果是 呃 要做 他是不是公共利益 他必須要經過一定的機制去 評斷 是不是有符合他的公共利益 那 他如果是 個別案例來申請 除了他公共利益之後 他會把這個案例呢 放在他們的機制上面 所以之後 後續的案例 如果你跟他非常類似 就可以經過審查 就可以適用 那這樣子對於就是 呃 什麼是公共利益的部分 大家也會比較清楚 也比較不會有爭議 那對於這個 公共利益的什麼的流程 跟他的一些 呃 會議紀錄他們也都有PO出來 然後另外就是 這邊就是補充 就是剛剛說的 什麼叫做去識別 那這個當初 就是 法務部那邊的一些看法 提供給大家參考 那比較妙的是 呃 那時候 行政院他們為了要推 Open Data 跟 Big Data 還有包括這些資料應用 他們有一個就是 呃 資料處理程度的一個標準 那 因為 大家對於就是 什麼叫做 去識別化 到無從識別特定當事人 沒有一致的見解 所以他們就說 好啊 那你就表演舉出來 你就看看有什麼方法 那標準局就去抄ISO 就抄了就是 個人去識別化跟 驗證的一些控制項措施文件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也有去找 那這個文件是比較偏向框架型的 他沒有辦法 他只能告訴你 大概完成程度 然後目前的話 如果 呃 有人他要 確認他的資料已經符合 去識別程度 你就必須要申請 然後他只檢查你的流程 有沒有符合 然後每一筆資料 他們都要收費 所以這個費用蠻高的 然後剛剛做那個 呃 標準 他也沒有辦法跟你保證 他符合法律 那個去識別 因為連這個 法律到底什麼叫做 去識別化到無從識別特定當事人 都講不清楚 所以他也沒有辦法 注意這件事情 然後 呃 這邊就是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 呃 當初法律的一些規定 那 剛剛有說 VDATA 他就是要找尋 個資的關聯性 不是個資 資料間的關聯性 那資料應用面最大的就是 越屬人 他的資料可能越高 那 呃 那 我們不可 欸怎麼會變這樣 這些 馬賽克的效應就會出來 所以 呃 我目前問到的人 大部分 不管是做資料分析 或是做資訊的 目前為止沒有人跟我說 永遠不可能 資料連不起來 他們會說很難連 或是要需要很久才可以連 或是幾乎不可能 但是他們不能拍上普通 絕對不可能 沒有人敢這樣講 那這種情況之下 沒有辦法完全 不連接到個人的情況下 跟朋友說 我們是不是最應該要尊重 我們資料當初的人 或是他有很同於 同高於 資料當初的人 自主的程度下 的一些 的通用的時候 才可以做引用 那我們可以看說 呃 很多我們在做學術研究 跟做政府的計畫 大家都很喜歡拿國外的來比 那是不是真的 國外就這樣做呢 那 美國話 比較特別 其實美國的這個不太適合 放在這邊一起比 因為他 呃 美國他沒有議題 適用的一個個子法 他這個是健康 資料可吸 那時候為了要做那個 呃 他們沒有健保嘛 那他們必須要能夠拿著他們的資料 可吸 轉換到不同的 那個 保險人 所以他才有這個 才有這個規定 那他對於這個 他的privacy rule裡面 針對什麼叫做去識別 他有 呃 相關的機制來處理 那 呃 那些感染的話很簡單 就是把傳遇上面規定的 18個 識別因子全部去掉就可以了 但是 其實大家都忘了 這下面還有一個 他還有別的要件 另外 去識別話 有分加這邊 配有別的要件 大家都忘了這一些 你就直接 你用比較出越的方法概念去 去理解其他國家的一些做法 另外呢 在這個 呃 歐盟 他2018年 會 全面實行 那他相對的 對於什麼叫做 不連結這部分 其實比其他的 跟研 那他的 呃 用語是 立名 那他立名的 呃 就是如果你達到 single out link 不能link 或不能invert 情況下 你才可以是說 呃 你已經完成立名 但是他這個意見 特別有提出來就是說 雖然你做這件事情 你沒有辦法 現在沒辦法single out link或invert 都特定當事人 但是 他還是有這個風險 所以你必須要 不時的回去檢查 你有沒有連結到各自當事人 如果有的話 他可能 要做一些 呃 呃 呃 通通你那邊的處理 或是要做一些 資訊安全的一些加強 那 澳洲這個部分 也是有做相關的一些處理 那他在自主這邊呢 他就是 特別有提醒 就是 你必須要去拿 當事人同意 或是你要weaver 或是你要 啊 才可以 不可以就是 靜置的來做一些 給當事人 用 給第三人用 然後沒有任何處理的一些部分 那 最後就是跟大家分享 就是 這是最近的喔 就是 已經開始做open data big data了 那這些東西 剛剛有跟大家提醒 都是去識別化 所謂的去識別化去連結 都才放出來的 但是 各位看看 資料真的連不起來嗎 其實有 都連起來喔 那澳洲他就是發現這個問題 所以他們一直在 家常想要用刑事的方式來處罰 跟嚇阻這件事情 但是這個事情 能不能真正的去嚇阻這件事情 我覺得 有點困難 因為有一說是說 你用刑事的方式 沒有辦法真的阻止這些人 那 澳洲他現在也正在進行中 所以 我們也不太知道說 他接下來會怎麼做 好像20 也是2018年法院就會出來了 那 日本的話他對於就是 嘗試reidentify的 特定當成的部分 也是有相關的刑事處罰規定 所以這邊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結束 感謝 歡迎幫忙 大家整理的這些資訊 整理的很仔細 我絕對不是這個 這個的專業 刀手應該都在下面 所以我相信大家一定有很多問題 看到其他一個討論 譬如說 好 那 那 真的是完全 你有他的公益性嗎 那 曾經有一個社會學的 做社會學研究的好朋友 他說 看我開了那個計程會 他就想說 那你叫我們這些做研究 你要怎麼研究 你不開放的話 我們完全不管研究 那我們要如何讓 這個國家的政政更好 往好的方向 當然他 他舉的是 現在是他不是 因為健保的資料 他想說老保 因為健保 請就台灣最大的保險公司 是哪一家的 請不健保 這次他還換得到 都在寶客 他掌握了那麼多的資料 那當然我那時候朋友 他在做老保的資料分析 他說 我要研究台灣的 失業跟就業 還有各項的 這個 就業風險的研究 如果你不給我這個資料 我就研究不出來 那我研究不出來 我無法去 可能做一個 預測性的政策來看 未來 我們要用什麼樣的 一個就業政策 來回應 未來人家的發展 可以忙多利 聽起來也有道理 那這些資訊 這些資料 IRB的不夠嗎 你都給你IRB的 也不夠嗎 類似 那不管怎麼樣 不管怎麼樣 高手都在下面 包括兩位 不是言告 待會兒 我們可以更多的討論 所以我們在這開放 開放給大家 針對他剛剛講的 或針對 所以你在這個議題上面 你的看法都可以 都可以 一位 兩位 來 先 一個我想再確認一下 就 我要用法 諾芬學法律的原則 可不可以 作為一個症病 健保的使用者 我可以 我可以 我可以要求 我的Data 不要被用到的資料庫 這樣 法律上可行 我可以提出這樣的要求 第一個 這我第一個問題 然後 剛剛那個研究者的說 或者就這樣 他量獎金預設 這個 他 他 比別人 有權利定義什麼 叫做 對社會好 他覺得 那樣 叫做 對不對 他覺得他有 但我不知道 為什麼他可以這樣 選擇人 對 那又是另外一個問題 這樣 好 好 第一個問題 就是 作為一個 這個 被保險人 你有沒有權利 你有沒有權利 去要求 你的資料都被使用 好 那第二個問題 再留記下來 來 這位 可以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 剛剛一直提到 其實就是 去識別化 去不甘情 還有一個連結的部分 那這種部分 現在看起來 就是在目前的定義上面 都是把資料 整塊的 的 部分去做 是否去識別化定義 那 是不是可以把它切開來說 我 因為在做完加密 或是做完什麼 一些加密 計算的處理之後 他其實出現的資料是 確實你 沒辦法去分出 他用的是什麼 但是他跟在原本 做加密之前 會有一個對應關係的 對應表 那 這樣 就是 在外面 放出去的資料 當然沒有連結 可是他拿回來 原本這邊 是可以查到個人 可以對應到特定個人 那我們 是不是應該要 控管 在這個對應表 就好 而不用去管 送出去的資料 OK 這有點專業 我聽不懂 這個 待會兒 可以回答 來 再掙求一個問題 我們三個問題 然後就來對話 好 不然 你姓誰 好 因為前面兩位是 男性發言 好 待會兒 你下一個 不好意思 來 不好意思 我不是學法律的 然後我只是一個 有可能會使用到資料的使用者 那我對於一些就是 剛剛說了一些內容 好遇到一點就是 稍微聽得懂一些 那也無從反駁這樣子 但是 我對於一個資料使用者來說的話 我想要 到一個比較原始 或是比較 粗淺的一個很提毛的事情上面 做一個 就是 提問 然後也延續剛剛前一個問題 就是說 我們現在的健保資料庫 他所使用的時候呢 他確實就是 像剛剛說的 他就是 去世點的話 但是 就是像衛福部的話 他們是規定 我們在去使用資料的時候呢 必須要在他們規定的地點去使用 然後 我們也不能夠把資料帶出來 我們只能夠帶圖表 那這個圖表呢 他就是 我用個最簡單的說法的話 就是說 比如說我們 新聞上面會講說 現在十大癌症是什麼 然後 我們幾秒鐘 會有幾個人死於癌症 或者是說我們OECD會有一些 統計的數字 告訴我們說 哪一個國家最有錢 哪一個國家最窮 類似上這樣子 那 這些東西 拿出來之後 其實他就是一個統計的數字 然後 我不可能從統計的數字裡面 比如說百分之五十六是男性 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四十幾是女性 然後 這些人他 有多少 多少來自於台北 多少多少來自於台中 不太可能從這交他的圖表當中去 去 確定到說 哪一個人 就是在 沒有辦法去確定到是哪一個人 那 這樣子難道就不能算是去識別的話嗎 因為我根本就 他就只是一個統治人數字的 對 OK 好 就先這三個問題 這能道還不算嗎 這能道還不夠 去識別嗎 那資料擺著也擺著了嗎 對不對 來 這邊可能要稍微 跟大家修正一下 就是 為什麼那麼強調說 資料連結這件事情 沒有去識別 因為 資訊的隱私權這件事情 不是只有資訊的安全 他還有自主權 那 剛剛說的他如果沒有完成去識別 就是已經切斷到 不可能連結的程度的話 那他還是個資法保護的個資 那你就應該要尊重兩個 第一個資訊隱私權 第二個資訊自主權 這個是跟大家強調的 那 剛剛說的就是 好像兩位的說法都是 第一個就是 在資料加密之後 他已經安全到 不能再安全了 那這件事情 為什麼還要再處理這件事情 那 就是剛剛回覆剛剛就是說 我們不是在討論 去識別人話 到底趕不趕緊 而是說你在做去識別人話 還有 在處理 當事人的自主權 那件事 好像有一點沒有回答到問題 是 因為之前 我們其實在打那個訴訟的時候 我們有要求法院要去做現場的參卡 就是說 我們去實際的去驗證 到底這個資料 會不會去識別的話 那我們唯一可以去證明的就是 過去那個國會院 因為他是直接發光碟片出來的 所以我們真的有去跑過的就是那個光碟片 那那個光碟片我們怎麼跑呢 我們那時候他的 釋出的資料還包括出生年月日 還有就整日期 所以我們當時跑這個光碟片 就是所謂的趨勢以後 我們只有用出生年月日 加上就整日期 加上信點 就可以跑出單一的當事人的資料了 那所以我們想要強調就是說 在所謂的大數據的時代底下 所謂的趨勢別的話 尤其是那個資料都還是連結在一起的 它事實上是很 當你掌握那個人更多的資料 你知道他的出生年月 或你知道他的性別 或真你知道他的同保單位 或者你知道他得過什麼樣的疾病 當你掌握某一個人 越做資料的時候 你事實上可以重新去示離那個人 的可能性就越大 所以根本不可能 就是所謂的完全趨勢別的話 這些事情 那個機率不會是零 它永遠只會是 在零以上的接近零而已 所以那這個時候 完全不可能做到 所謂的完全趨勢別的情況底下 因為你完全不可能 導致要去連結 因為你今天那些資料 就是要跟其他的 就是除了健保證書 剛剛我可能也有看到通片裡面 除了健保證書 還有什麼出生黨 死亡黨 原住民黨 甚至是你的社會服役相關的黨 然後 就是 所有的那些黨 都是一個連在一起的 因為你把這些東西串連在一起 去跑他們的資料才有意義 可是當你串更多的東西在一起 所以就表示 你要去示範 那個人當事實上是非常有可能的 所以那是絕對不可能做到零的 那你就不要跟我說 就是 因為剛剛講到所謂的趨勢別的 它根本完全沒有去提出一個 很具體的 什麼叫趨勢別 對 那我們也要知道 當然不可能就等於零 對 那我們當時在打這個訴訟的時候 我們也說 好啊 你既然跟我說 這個資料庫已經去世裡了 可不可以證明給我看 那對方還要求 我們要寫一個研究計畫 然後要通過MRV的審查 才可以去進行這個證據的廠刊 我們研究這句話也寫了 然後 可是最後法院 就是因為衛福部一直拒絕 讓我們去做現場的攤驗 因為衛福部說 我們的研究計畫 就是想要去識別出單一的 一筆的個人資料 我就說 那其實你不是已經說 你的資料庫已經是去世裡了 為什麼我的研究資料 研究計畫可以去識別出單一的 個人的資料呢 那你不就間接承認 你的資料庫根本沒有去世裡了嗎 可是我的法院 就接受了衛福部的說法 然後也沒有進行所謂的證據的研研 那這個就是這個過程 好 這個 這個 識別化 零檢出 有沒有可能知道 這個事情 我們可以討論 他先 好 來 我剛剛原本是想問 其實衛福部他去識別化的機制 是有沒有要公開的 就是假設有演算法的話 我們可以 退步那個科學上的安全性這樣 然後 剛剛聽起來好像是沒有 然後第二點是說 就是 就是其實 資料 欸 就是剛剛有提到 就是你要不要把那個 你的資料給那個研究的時候是一回事 但我想問的是 就是安全性的問題 就是說 就是說 我記得 一般的流程 像是去識別化 比如說 你有某個疾病 然後年幾歲之類的 那可能會把那個幾歲 變成一個區間 變成 比如說你23歲 然後變成20歲到25歲 那你可能會比較難 裁出那個個人 但是 那一定都是有一個奇異的 就是 你只要有個筆資料 你還是有可能2300萬人 你去裁其中的 頂多你的母數就是 就是2300萬分之一 但是 我想 我是想問說 如果你現在有一個 運力的資料 然後他大概有100個符合 那你1百分之一 算是安全嗎 還是說 你要到多少的數字才算是安全 我是想問這個 我想請問一下就是說 有沒有在一個策略上是 我們直接要求 我們可以刪除健保格 某一筆資料 這樣不就 我要求全部刪除 不就又不到我的資料了嗎 對 就是 我現在 現在的重點 應該是說 大家覺得資料都在 什麼 一片雲上 那只要我有權力要求 那只要刪除 不就不在上面了嗎 這就是 這就是說 我有一個自主性 謝謝那個 許老師 很完整的一個 介紹 那因為我之前 其實聽過很多 比較在健保資料庫使用上 的一個好處的一個經驗 因為我聽過就是說 你從健保資料庫裡面去分析 然後改善你的 這個 設計的 用藥 然後 這些其實對 現在的醫學 其實是相當有幫助的 那 因為我們剛剛一直在談這個 去連結或是去識別化這個問題啊 因為現在衛福部也在大量 也盡全力在發展AI這一塊 所以試圖要用健保資料庫去 去拓展更多的生技的一些發展啊 那有沒有可能就是 利用這個AI現在這麼 這麼夯這麼進步的這個技術去 也算這樣子 這樣吧 資料庫裡面 這些 去看哪些東西是有可能會造成它連結上 有可能會連結上起來的這個 這個 去掉這些的一個 就是說 如果可以去除掉這個 這個 的話 那是不是這樣子的 這些資料 這些 撈出去還是可以用的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一個 解決方式 第二個解決方式 那第二個解決方式 解決方式 是說 因為很多人是 基地想要用這個數據 那 我覺得是不是在產出東西 это 這個 result這個過程 是由一個committee來審核的 你的result如果真的是 會對於現在的這個 叙事化或者是 identification 這個是有這樣子的比喻的話 那你是 應該Community就是有那個權力去阻止 他把這些東西給你發表出去 你要加 你要利用這個Data之前 你應該是要介紹這個Community 要需要給料成的 我的看法是這樣 不知道可不可行 就三個問題 我們先來回答 就剛剛說的就是 可不可以直接刪除健保 健保資料庫裡面的資料 那這邊就是回覆 就是健保署他有 法定職權 他為了合法的必要 他必須要保 留存他合保業務 等那些資料 但是我這邊的看法是 如果你是超過你的合保 還有你為了要 做一些之後證明的 這個目的超過的部分 你就不可以給別人用 所以 並不是說他不能留存在他的 健保資料庫裡 而是他不可以超過他 業務目的範圍外 的一些利用 如果有必要的話 他必須要有相關的等同於 找我Concent 或是他等同於有其他 跟我Concent同等級的例 例如說公共利益 那公共利益這邊剛剛有要討論就是 我們台灣對於什麼是公共利益這件事情 沒有辦法很清楚的 或是很有共識的 去知道什麼是公共利益 就我們之前在徵集的 意見徵集他們就說 好國家安全或許他們可以統一 除了那個以外 你要怎麼樣說什麼是公共利益 傳染病 傳染病有傳染病幫助他可以處理 那還有什麼 就是很難有一個比較清楚的方式 所以剛剛才會跟各位介紹 就是澳洲他的這個方式 就是他可能就是 我剛剛要解釋就是他可能是 由之於他的健保資料庫 是為了合保目的而存在 但是他不能超過那個範圍 所以你是要求刪除的話 你可能可以跟他主張 或不可以給其他人用 像其他國家他其實也有把 健保資料庫的資料 跟他們業務執行的 跟給第三人用的這個是切開來的 兩邊資料是一樣的 但是他的 是不一樣的 因為他保留的那個 目的不一樣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健保資料可以帶來很多的用途 那這邊其實對於 Data User來說 還有我們這邊在分析 跟介紹健保 資料的風險跟倫理 並不是要讓Data不能用 而是你想用之前 可不可以就是尊重我的Data 我想要我Data怎麼樣用 你先践行那個流程之後 你再把它拿去做 我預想的 或是你不需要我預想 放我的特殊情況再拿去用 尊重我這樣子 那因為 這也是我們之前做計畫 也很大的感受就是 大家對於東西的價值不一樣 有的人說這是 有的人甚至可以把他的資料 全部Data到網站上面去給人家 有的人甚至連FB都不想用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用 一提的一個標準 來適用在所有人身上 其實沒有辦法 那我的Data要怎麼樣用 請你尊重我 我會按照我自己的制度去行使 除非有非常緊急的情況 像剛剛說的國家安全或是傳染病 或是有些特殊的情況下 其他國家有允許 用一個Community的方式來處理 但是那個Community 並不是直接就是凌駕於個人 而是他有些特殊情形 他才可以做這件事情 然後另外 有關那個演算那個部分 之前美國是在也有在發展那個個人化醫療 那個人化醫療的話 他其實都是走concent 就是他有尊重個人的部分去處理 他並不是跳過個人去處理這件事情 所以 然後另外就是 如果要做到去年節的話 做巨量資料 我覺得是有某種程度的困難 就是剛剛有跟大家介紹 他就是要搞關聯 就是剛剛說的性疫區的這個7-11 在感冒細節的時候 到底是什麼東西賣得最好 他不是用預想的方式去去連結他 而是用資料去連結資料 你如果不能連的話 你根本找不出這個東西的關聯性 所以去掉關聯性 其實沒有辦法連 那最有價值的關聯性 其實是屬人 你拼圖 剛剛歐巴馬的那個拼圖 越清楚屬人性越高 他價值越高 那 這個就是要讓各位 就說 就是問題不在於後端的資訊 安不安全 資訊有沒有加密 而是說 你在這個整條資訊流的程度 就是 講台語人家會說 你那個模有沒有做好 在資料最前端的時候 那個自主有沒有處理好 你自主沒有處理好 就是自主的問題 而不是資訊安全的問題 這樣多 資訊也重想 所以意思是說 好 假設我們投保的時候 我們投保的時候 我們設計一個表格 所以你說 我請問你已經看過了 你同不同意你的資料 如果你要 將來 收到 滾渡大數據 一定是使用 那你自己 自主性的問題 一定說 yes or no 如果經過這個process 將來可能 security的問題 就不是個問題 還是 是這樣子嗎 還是說 還是說 那 國家可不可以用 國家經營 它比我剛剛講的 疾病的 控制 或者是說疾病分部 或者說 這國家產業的需求 產業需求 它不行 產業需求 我剛剛在想說 這個資料 假設可以創造 六兆的產值 六兆的產值 如果有百分之二十的 營業失業所得稅的話 有六千多億的這個 這個 這個稅收 那不好嗎 那個 又可以發展生計 又可以發展 舊人的 譬如說 這個 舊人的產業 可以立即改善 quality of life 不好嗎 好 這個 這樣的一個 一個部分 我待會也許可以 再考慮一下 再處理一下 譬如說 經過這個process yes or no 你最同意 解決掉 economy 的問題 解決掉你個人的 這個部分的問題 那 是不是 是不是這個資料 就可以使用 好 沒關係 這是外行人的提問 還有沒有提問的 好 來 您先 就是今天謝謝徐老師 這個真正的分享 那我想要 先簡單問 一個問題 好 就是 我們其實知道像 有一些保險業 啊 世界銀行 他們拿我們的資料上 我們如果收到 廣告的簡訊 我們都可以直接 把我們資料刪除掉 就不要再跟我們聯絡 可是我覺得工部門 跟師傅們 標準真是落差 對 工部門 好像有一個很 自己隱藏的管道 對 好像很難關自主權的這樣 自由行政的這樣 對 對 這是我自己 有一些觀察這樣子 那 像健保 能不能刪掉 這件事情 其實我也自己覺得說 不可能 就是 不可能 因為其實不知道大家 是不是知道 健保還在推健康權者 對 這件事情其實我覺得 對我來說 其實有某種程度 是各自的 暴露吧 對 因為就醫治要全部三年吧 就是三年 而且他們 本來現縮 現在一直在擴診 可是他們是鼓勵醫師去查 就是這樣 欠通一出 對我來說 其實我就覺得 其實 已經沒有很隱私的 那個 保障的感受 那 其實醫生在看成 也會有被要求 要去查 他前面三個 可以用他們 可是我覺得 這個是基於用藥 安全去做的設定 這個是我覺得 是OK的 可是 就是 我從我的APP去下載 可以看到我三年的資料 那像我這樣的長輩 我去下載 居然 我也 我也知道他的個資 我就直接下載他的資料 是中心的引力性 我自己拿著 我真的覺得非常跳回 對不對 好 這是一個順便分享 那 就是 我覺得其實 我們政府應該要 成立一個專門的 資訊管理系統 他們會做這些 審核的一個 管理 然後那個 流通跟利用這個部分 其實我覺得台灣其實 本來就應該要有 成立這樣的檔位 然後 有公務人員去做管理 那個刑法才能 因為我對外面的人使用刑法 如果他是學者 你敢對他用刑法去處分他嗎 公務人員很怕刑法 所以其實我們會想對你來說 會更保守一些 對 這是我另外有的分享 那 再來就是說 像那個 我知道像成大 有成立一個健康 加持中心 對 對 對 但是因為我也 我已經離開神道 我就不知道裡面在怎麼 然後什麼 一樣 對 因為 裡面有一個學者 就是蠻愛玩資料部 對 現在他 對 現在他們的局長 對 然後他一過來 他一來就是給我看 那個 健康處的這件事情 然後他叫我們去 去 去 請家屬 就是牽個子 然後 這件事情 對 好 再來就是 我自己 在醫療圈 其實我知道 那些很多診斷 可能醫生都亂下 就是比如說我 比如說我頭痛 就是 有些診斷是為了要給藥 才下的診斷 所以 其實有很多是感覺 對 那像癌症 那些一定是要病理報告的 就是非常確定的事情 那 目前看起來 都是這些 比較確定的資料 對 是比較沒問題 對 那剛剛講到健保 跟衛福部 這部分的資料 連結 基本上很多 衛福部就是像 國健署有一些 預防保健的方案 他會為給健保局 去 就是待受待負 那當然他會要我 這些資料去 自己做管理 這是我所知道的部分 對 那 大概就是自己跟你們分享 謝謝 好 所以在怎麼樣各自都是 各自這個事情很難 我覺得 我 所以我才會開一個記者會 還有其他問題 來 呃 來 您先拿好 我剛剛 一直沈浸著在聽 越聽越沈痛 就是說 好像 一直在被誤導 以我個人的了解 這個 一般講的是講說 資料 那我是覺得 這個是在蓄意誤導 應該那是一個資產 個人的每一項紀錄 個人的每一項紀錄 被紀錄了之後 我過去得了什麼病 現在醫生一看 就知道 哦 你有什麼病死 這是有用的 那 因為我留下了這一筆資產 那現在留下了這一筆資產的 所謂紀錄資料 當有人要去買的時候 我個人有沒有放賣權 你要買我的資料可以啊 你付費啊 這一點一直被蒙蔽 把個人的資產 剝奪 變成 公有資產之後 他要怎麼用 是他家的事 你永遠是一個受害者 這才是出問題的所在 但是這樣子呢 我剛剛一直聽的都一直在 歸避這樣子的一個價值觀 每一個人 走過的紀錄 就是他的資產 有人要買 錢拿來 就這麼簡單嘛 你沒有互惠你就拿我的東西 你國家平時你把我的東西 強去拿給別人 這才是問題嘛 你不把個人的資產當作資產嘛 這才是個 中華英國這個ROC的這個最嚴重的問題嘛 謝謝 來 謝謝 你好 我想請問的第一個問題是說 就我所參加的幾場這個研討會 一直以來讓我一個嚴重的感覺是說 台灣目前在這個領域的探討 都是流於法界跟商界人士來探討 我們對於所謂的識別跟再識別這個事情 它其實本身除了人權跟法律條文上的問題 它本身也是一個可以數字化的科學 但是我們完全沒有帶入任何的應用數學家 資料科學家 甚至是理工學的資工領域的人 來做帶有數字的實證的研究 我剛剛說人權會剛剛想要做一個 反正IRB的研究 就很莫名其妙被打 那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一個邏輯的謬誤 然後我覺得也是因為這樣子 限於法學文字上的探討 所以到現在還是有很多人 對於識別跟再識別 流於一個二元論的一個看法 它沒有辦法理解到說 這是一個光譜上的一等一 它是一個percentage 一個程度上的問題 那我想了解是說 為什麼台灣 就在庄研究員 目前他做的報告 他也大部分只能流出於概念上的討論 沒有辦法做實際數字上的探討 也會說政府在法律上面 連怎麼樣定義所謂的一個人的識別 都沒辦法拿出台灣 屬於自己的一個標準 只能借用美國 不管是十八項或是多少項 這是我提出的第一個問題 就是這個目前的探討非常的危險 第二個是說 身為一個一般民眾 我看到目前的探討 我也非常有一個大問題 或是說 為什麼是讓一群preinternet時代的人 來決定這個postinternet時代的人的看法 所有這些做決定的大法官 或者是那些位高權重 甚至是每一個科長局長 他們對於網路世界的使用 第一個 沒有我們這些年輕人來得深來得掛 而且他們某種程度上限於 宋國引用林子儀前大法官的話 他才可以研討會的講的話 是他限於一個宋明理學 所謂無可告人之事的這種 基本假設前提上 這個就已經違反了所謂的資訊所有權 或者是說我們現在這個世代 最基本的一個假設 這是會讓我們身為一般民眾 對於目前幫我們做決定的人 非常大的一個不信任 而且也持續在加深當中 然後第三點 我是想提出的是說 也許目前所有在解釋這個問題的人 特別是可能現在很多人 還沒有辦法理解什麼叫再識別的時候 我覺得那是因為你們過於去使用 這些比較敘述正確的學術名詞 我是覺得說這個事情 已經在我們這個世代每天都在發生 而比方說如果我們引進實用 就是實證的職業人士的話 調查記者、真信社 甚至是我們PTT在神人版說 神人神人這個字 漏搜其底 這個是在我們這個世代 隨時要發生的事情 那如果大家可以接受的話 那個就是所謂的在識別 怎麼會有一個人說可以 因為手機上的一張照片 就可以search到那個女生是誰 她是NIFB 那種名字 這個是最好的十年前就有的 實證的個案 可是我覺得也許要用這麼通俗的語言 大家就可以立刻也解到說 其實這個事情是 就在我們以前發生 大家就先為大家參考 謝謝 OK來 這三個問題 謝謝大家的問題啊 然後有關剛剛說的那個資產的事情 確實有很多國家對於就是 data 它是認為它是一個保護病 但是在台灣我們在處理 data的時候 我們不是把它當作所有處理 我們是把它當作是一個 就是它不是用所有處理觀念去處理它 但是確實 我們在講 data的時候 我們是在講說 就是最近最近的也 就是對於 pustle data的時候 大家是強調一個它的 control 而不是說它的 protection 因為通常它的 control 資料是可以複製的 資料是可以大家 一人隱瞬 大家也是 例如說我們存在健保署哪裡 健保署是有權利 依照職權把它留在那邊隱瞬 你不能說 你把我刪掉 因為它意外核保的目的地方在哪裡 那我們可能要比較聚焦就是 我們的 control 我要知道我的資料去哪裡做什麼事 是right to control 不是right to possession 這件事情可能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至於資料不可以賣錢 可以啊 你去做APP 你在download的時候 其實你都是在賣你自己 因為你就會按同意書 按同意 那是你的同意 然後他們就是按照 他們 大家在裝賣的時候 不知道有沒有仔細看它的使用處理處 可是有的不會毛了 我一定會看 那上面就有寫 它會把你的資料拿去做運用 拿去做販售 你也同意了 這就是在出賣你自己 之前有在做 之前出賣自己沒有什麼不ok 這是ok的 因為它講清楚 你也同意你知道 你了解了就ok 但是如果你不願意看 你還是用的 或是說這種使用是一種交換 像你之前有 有 就是data user來做APP 他就說 很簡單啊 就是交換啊 有什麼不好啊 你就自己 不要也就拉倒啊 那確實現實生活 目前還是變成有了程度的這樣 所以 所以這個 Ref Control 可能是比Ref Perception還要重要 那 Ctrl的部分就是耳通能力 而不是Saturity 這邊就是跟各位加強的部分 那至於剛剛說的就是 執政研究這件事情 欸 確實這件事情 我們需要有執政研究 但是可能也是在信證跟工上面 大家沒有辦法學的公司做部分 來做做看 對 沒有辦法 處理這件事情 所以還沒有辦法做 那之前有專員老師跟我說 他想做做看啊 但是 他們不願意啊 所以 呃 這個 確實困難 那 因為當初在說欸 那你說RBO會影響他的母體 那個群 我們做做看是不是真的這樣 可是 沒有辦法做 因為他們不願意 對 所以這個 確實是還需要溝通啊 即使是拿政府計畫可能 呃 對我要補充政府計畫這件事 剛剛盧生剛剛有說 就是 呃政府就是 你剛剛做什麼看一下 你剛剛盧生 你剛剛盧生 國家 要做一些應用 呃 不這樣如果他自己用 他就是要基於他的職務 範疇下面用 那如果他為了做計畫 那也是在他業務繁殊裡面 然後 他委託的人 跟他是 受委託的人 是各政法第四條 所以他跟他是一包的 所以做這件事是沒有問題 然後再來是 呃 剛剛說的買data 健康存責其實是 健保署主張拿自己的data 但是這件事情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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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非常愛這個事情 因為他之前說 你拿不到資料 我剛才就都走 買data比較快 但是 買data這一次我們 有沒有回頭去看 其他國家 在推買data的時候 是怎麼樣推的 那當初 呃 最先開始推買data的是 美國 美國他在推那個 Blobot 就是他們的 呃 就是 呃 退服軍人的那個部分 那一般這個部分 他們有一個 有一個APP 然後我們有在管理 退伍軍人的一些 醫療的部分 所以他可以用這部分 來實驗 看看這個 買data好不好用 但是他的 呃 特點是 他跟我們的健保不一樣 他們沒有健保 他們是 那個是透過那個 呃 退伍會那個部分 他們 呃 買data怎麼應用呢 他是把 呃 當事人 他的所屬的 這個 呃 醫療院所 然後還有他的 藥主的藥 然後還有 醫療院所的資料 還有一些 部份 把他串起來 政府在他 政府不是 資料收集者 資料 政府也就是資料提供者 而是他去 提供工具 讓當事人 download這個APP 讓他去找 他的資料到底在哪裡 把資料收到他身上來 買data 然後再通過我 自己的決定 把資料拿去給 呃 健康管理者 或是保險公司的 應用 所以他的 mydata的資料流 的程序 跟autonomy的程序 跟我們的mydata 不太一樣 那 呃 美國之後的這個 mydata boot button之後 他也有做boot button 就是 呃 就是叫什麼 電 電的應用 然後還有education 然後還有 都是 他其實走的 途徑跟我們不一樣 他的政府不涉入 在資料收集者 跟提供的角色 而是做一個 輔助工具跟小社 他是完全是專利的 那 我們的mydata 做不太一樣 對 所以這個是 他有 有好有不好嗎 有的人覺得很好嗎 不要偷拍 我不知道怎麼回答 突然出現 然後 剛剛說的那個 要 要有那個工人員 這件事情 之前在做 open data的時候 大家其實很困擾 他就說 嗯 說 中華民國違法人 那你這麼麻煩的話 乾脆就把 中華民國政府機關的資料 全部放到一個公司 所謂的 聚集的資料庫 從那邊 重收 重發 這樣就得 但是這件事情 就是 有時候要攻擊啊 那他攻擊的原因就是說 你現在問題都這麼多了 那東西都會在一起 之後 如果資訊安全 資訊外寫 或是有什麼問題 他們就一整個疊開了嘛 所以後來 他們就沒有做這件事情 然後 另外回答您 剛剛說的就是 專者機構 我不知道您是不是在說 專者機關的事情 就是喔 那我就補充在 專者機關這件事 就是 他們會說 法律事務司的那個 人員就會說 我們真的科 只有兩三個人 然後我們要處理全國 各自法的事情 那 其實各自法寫的很簡單 我們不是主管主管 我們是法律解釋機關 所以你們哪有 就是分配到 各個 該有的單位去處理 但是各個單位 該有對於這個 各自法的解釋 有沒有發生的關係 所以他們就很困擾 然後 然後 其實大家有去看一下 就是國外 它總共在資訊 不管是 政府群公開 然後 個人資料保護 然後還有 Open Data 然後這些部分 跟Data有關的 大部分是有專者機關 來處理這件事情 但是 但是 那時候我們也有去 去建議 就是 不可以做這件事情 但是 當初建議的時候 剛好這組在組織改造 他們覺得 改造就是 越來越少 越精簡 他不可能為了 做這件事情 獨立成立一個單位 去處理這件事情 所以這件事情 就不了了之了 那 最近會不會再提出 我不是很確定 但是 Data這件事情 其實是需要一個大部分來處理 不然真的是會很精神分裂 請問還有什麼問題 剛剛沒有 真的有 最後一波 來 三位 第一次答應 好 那個 嗯 主要是有兩個問題 然後 有三個想要說 有三個另外很簡單 很簡單的方式 就是 如果有技術人 或數學家 應用家 用科學的方式 來驗證這件事情 也很 趨勢比的話 這件事情 歡迎跟我們講 我們會需要 然後 另外一個就是 科技專者機構的 那個上個禮拜 包括部資本上 認為是 覆蓋的問題 所以他們 有何限制 他們還是無法去做一個 對方的 對方自己做 去經濟起來 那 那 那 好 第三個等一下再說 就是兩個問題 一個問題是說 可能 比較 賣國外 但是 也不見得出來了 就是說 如果今天有一份資料 他真的已經 不可識別了 就 真的沒有問題 因為我其實在 探訓會 做了兩三年 這個科技一次的例子之後 我一直在想這個問題 因為 因為我覺得 即便是在 要付這個 很多人 我覺得 很 很 知道我一直在很去世比的話 但我覺得 真心想要拍給我們 個人的研究者 其實非常少 然後 真的有惡意的研究者 就非常少 那 那 但是 我會覺得蠻悲觀的說 因為 現在一個問題是 即便 好 即便今天政府 或即便今天某個系列 他尊重你的自主權 他覺得你可以退出 就 然後 就沒有問題了嘛 因為我一直是說 比如說 我們今天用Facebook 我們用Google 我們今天用健保 這個看起來 是沒有選擇的 你的服務看起來 就是這幾個 那 呃 即便他們尊重你 但是還是有很多人會假如 那 他們做出來的研究 有可能在你 不想要的時候 就會用到你身上 因為 這 我想 云端服務都是一些很好的意思 那 所以 就是說 你即便退出了 你不見也不會出事啦 那 所以 你這樣的狀況下 有沒有什麼更積極的方式去 對我而覺得 退出其實只是一個很 很消極的狀況 就是 可能是一個最微弱的抵抗 他有沒有一個比較積極的方式去對抗這樣的狀況 那 另外一個就是公共第一的問題 就是說 剛剛老師剛剛有回答出公共第一 其實在台灣有一個很明確的標準 那 那 很多事情 過多多少少都有一點點淡淡的公共第一的色彩 就是 還要賺錢的同時 還可以說 我這個是造成公共第一 人群之類的 那 所以 就是 想問老師 熟不熟悉現在台灣實錄上 到底怎麼看出來 所謂公共第一是怎麼去做的 然後 然後 除了會以外 有什麼其他的 好看待的方式 這樣子 沒有關係 然後最後 最後就是補充一個 我們 我們會做一個 健保資料庫的 藍包 然後所謂剛剛提到 去世別化的簡單的例子 我們就用一個小聽譚 遮了一個眼睛 說 其實也是某一種去世別化的 就是 可能 的狀況 最後我們之後會恐怖 我們就請大家看一下 這 當然前一個問題 剛剛其實應該是一個比較大的 那 那 就是 他其實就是 那個 我想請教的是 就像剛剛 舉個小一張的例子 那 我如果不能把他 長範圍都不可以 但是我可能用不一樣的 色彩 用255的毒黑 跟254的 色塊的毒黑 那 這樣子 那 但是我還是 原本在我原本那邊 有一個對應的 然後我知道這個 是小林 然後另外一個 都是大理小器 但是我們要控管的是 你知道對應要這個人 你就好 我送出去那個 255毒黑的 這個254毒黑的 他其實就已經 真的被舉起世別化了 那 剛剛聽到有一些 舉出 如果現在健保資料庫 他其實 沒有去世別化公關的 那 我認為就是 他那一份資料 確實沒有做得公關的 但是他並不影響 去完世別化這些 這些資料 是可以拿去再多 再利用 我覺得是兩件事情 然後 另外一個是 像現在 比如說 大陸 他們 已經做到 我們年代是可以去 禁關 要去 記取其他 你 用卡 不用帶給我這個 過去 那 像這樣子 一些生物特徵 其實未來可能 在那個攝影機 他就會去抓你 這些生物特徵 那 這個部分的個人資料的保護 我們現在要反規他們 規定或是限制 這樣 這個 其實這個 不是沒有 安德總統在日本 就有一個展覽 你走到第一個門 你想要 有一個基本的資料 你走到第三個門 他就會跟你講說 孫先生你好 各位 你的影像可以在 網路世界裡面 非常快速的分析 你就是孫先生 好 好 孫先生你好 就是我想要 就是 再跟你確認一下 就是你剛剛說的 就是 你說資料探勘的價值 就是在找關聯 所以你沒有辦法切斷 那些 健保數據 跟個人之間的關聯 但是 據我所知 他的關聯 比較像是 找那種疾病之間的關聯 他想要找一個什麼 像是 像是 你有高血壓 然後你可能 協議裡面的 尿症多高 那你可能50歲之後 70%的機會 會痛風之類的 這個我亂舉例 就是 他可能比較像是找這種 觀聯 但是 但是數據上的危險 比較像是 你可能可以從 你得到的那些數據 去推出個人 比方說 那些資料裡面 會有 有血型資料 然後他可能是 RHA RHA型 O型 那可能全台有幾百個人 然後你又有 心臟病毒資料 然後又有糖尿病 那可能 幾百個人再殺一殺 那你就可以找到 那些人 那個危險應該沒有 像是這 就是說 就是說其實 你要找的觀聯 跟你的危險 其實 並不是 就是 不是抵觸的啊 然後我第二個想要問的問題 就是說 你 假設你那個數據 你可以從幾百個人裡面 就是你可能 你可以鎖定幾百個人 假設一百分之一 這樣 一百 你可能 就是你 你會落在那一百分之一 但你覺得這樣設計安全 還是你要到某一個領地 就是你可能要超過 三千分之一 就是你可能 就是因為有三千人 符合這個 然後你可能 三千人裡面找到那個人 才覺得安全 我想問的是這個 就是第二問題 好 那我們就 我也是在轉那個 就是 美國那個 整體研究的部分 他有說 他沒有辦法 整體措斥 叫做 因為科技的進步 他可能會 所以 那按照這個 定義 跟他程度 會一直變化 所以他那個部分 他是有一個 他們會定期檢討 這個定義 然後 另外 剛剛你說的那個觀點 我想要說的是 就是剛剛 前面在說的 資料他可以由大到小 可以由小到大 顆粒出到顆粒細 都是從細的去找出的 但是 不管是出到細 還細到出 他們都是靠著資料連接 他才可以 導出這些部分 所以 嗯 資料只要可以連 這邊我會解釋 他就是 只要連到 可以 unifiable 或是可以 relink relate這個部分 他就是可以連出 你一定可以做一些處理 讓他比較把子 連到一個人 如果完全沒有的話 如果可以連到兩個人 然後其中一個人 他只要連到 一個人 就可以 因為他是連到那個人 他是連到那個人 所以一定可以 做一些處理 他可能只能連到群體 能反應一個特定個人 比如說你把 23歲 然後你把他變成一個區間 把他放進一個區間裡面 你就不知道跟誰 做統計數字 現在剛才說的是 如果他 呃 資料量越來越多的話 他就可以 連結到 可能 某程座連結到 對 沒有什麼 那種 確切的 那 健保署不應該把這個 放出來 那應該是把等級 並相關的 東西放出來 你剛提的應該是已經連結到 那我們再 在討論的是程度問題 那只要是 可 可連結性 這邊就是 這個可連結性 應該 不見得了 是雙下 應該有些 如果是 就我所知 就是他們說已經到 還會給到一個程度 就是他可以 出到一個程度 可能他就沒有發明 但是那種部分的話 他的 應用層面會低 就是他在 大數據應用的部分 可能會比較低 如果你是說 要出到統計數字文明明 那就是 各自 各自存在的時候 OK 我可以 可以 這個就是 有點像是 有點像是 我資料拿出來 做運用 做分析 我還沒有做運用 我是做分析 那我可以當然 聯繫到像剛剛 這個個人 你看那是一個代號 他並不是 引到個人的資料 那你要使用這個個人的資料 的時候 他才拿這個代號 回去給原本有 可以使用這個資料的 機關或是 組織 那他再拿這個去對應到原本的個子 再去做他原本 想要有的應用 這樣子的使用方式 他是會竟然穿竟然個子嗎 這就跟您剛剛提的問題是一樣的 那這個問題可能 我們要回去看 我們的個自法式機器者 他對於什麼叫做 無法識別特定當事人 他把編碼回來 那時候就預測到我們沒有這些 真的 我唸一下他的這個 呃 就是他把 呃 無從識別特定當事人 他是指說 個人資料以代碼 匿名隱藏部分資料 或其他方式 無從辨識 該特定當事人證 代碼是不是真的已經完成到 不可連結 是啊 就我剛剛決的例子是 還是可以 他的可連結是在 原本有那個權限的人 他原本就可以連結 可是 在拿資料做分析的人 他並沒有辦法去做連結 因為他沒有原本的規定 可以 在另外一面還是可以 只要三選 一定足夠的 沒有 但是那個就是因為 我們定義的機名資料和欄位太少 因為你如果大多數的資料 我全部十項的資料 我全部都去做加密 那你就只有十個代碼 所以我說是現在的執行的方式 是有問題 但是我如果要使用資料 我是不是可以用另外 現在有一個可以使用資料的方式 我們現在在解釋代碼已經達到 不可連結程度 他是稱作不可回復的代碼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他當然可以回復 回去去連結到那個人 可是在分析的這個角度的時候 他並沒有辦法去連結到那個個人 他只有看到一堆不按數 然後他只是做 把這些分析做一些整理 那整理完 回去給原本那個可以使用的機關 他再自己回去對應到 我在哪來用 就是那個 你的意思是說 key在別人身上 對key在別人身上 然後他這邊 他這邊就在解釋說 key在誰身上這麼重要 所以就我們現行法規的規定 只要有key 只要有key 就是你就是違反客制 沒有沒有 我們現行法規講不清楚 因為其實用另外一個 比較更有趣的case是 中華電信他有所有人的 你家有ID 他就可以連到一個人 那 然後有ID加時間 他就可以連到一個人 那如果這樣的話 那所有的voke都是個子 他隨時隨地 大家都在侵犯個人資料 理解 對 因為他都能解得到 中華電信他也一樣 但我們看不到 那我們是不是隨時都在侵犯個子 如果要照這個邏輯來推的話 就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他沒有公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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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 我來回答 因為我前陣子才讀一篇 這個 如果我在做工作品 有個研究 他目前在你公布了一個 由財政大數據 探討 台灣近年來新知樣貌 你已經公布了 你已經公布了 那如果同樣的邏輯 你才說邏輯 就是統計 就是統計 統計結果 對 不可能 就這樣 因為他現在給出去的是 原始資料簿 大家可以去跑 對資料簿 那個東西才有這樣 如果你最後試出的 其實是統計資料了 就這個結果而已 就不能再利用 好 如果是某個領 他只有某一兩個人 他的薪水就直接不出來 不是嗎 我在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說那個可變質 跟可連結 無法連結 無法連結出 那永遠都會有 這樣的問題 那當然就是牽扯到 牽扯到 你說安全性 無法去定義 他還是安全性的問題 他還是安全性的問題 不過沒關係 因為 抱歉 時間有限 我覺得今天 非常的精彩 大家 去從不同角度 來做這樣的對話 因為我剛才 我剛才想 其實我在做健保的研究 當然我不是做那種 資料分析 我在做歷史制度的研究 我們叫人家屬於社會 社會學的這個部分 健保它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公共性 在這個公共性的基礎之上 所產生的資料 能不能具有 或者說 它是不是就連帶具有 這個公共性 我覺得這是我剛才 真的一個疑問 因為 因為 我 點過了之後 發出過了 為什麼 因為健保其實 它是一個 我講一個笑話好了 你就讓氣氛人 氣氛人化一下 我在這包組開會的時候 有一個人講說 對 那是我們五千年來 最重要的資訊 然後呢 現在在當部長的那位 就講說沒有啦 四百多年可以 哈哈 哈哈哈哈 史冠不一樣 但是不管是五千年 或四百多年 它肯定就是一個 data base 它肯定就是一個 非常 非常 重要的 那掌握在國教的手上 我這樣聽起來 除非可能 有那個 有部電影講說 我想愛一個人 一散所有的 就遺忘了 那樣的一個 對 做到說 零 零減突破的製作 但是我覺得那個 不是說 這個議題不重要 那 但是我回過頭來 我想 我們就先做一個結束 然後待會 有比較想要追蹤的話 我們現在來 再歡迎大家 再做交流 我還是以健保 明明今天講健保 我是台灣健康委員會 學會的理事長 但是其實健保 這樣都會 每個都是得紅的 包括資料 包括資料的使用 包括說健保 就是制度本身 來 有沒有這樣的一個審計 比如說 2016年 成名健保總共支出了多少錢 這是一個重要的 因為 因為之前走到 我們 我們都是Stateholder 對不對 來 猜猜看 2016年 成名健保總共支出了多少錢 三千億 三千億 如果是人台前會 三千億起跳 哈哈哈哈 來 都要練 不知道 你知道嗎 你都叫錢的 幾年叫的 來 八百億 八百億 不知道知道嗎 你知道嗎 我知道 六百億 六百億喔 六百億成十 哈哈 2016年 前面健保 沒有幫我們支出這六千四百多億 這些錢都是我們教的 這個社會會變成怎樣 這個社會肯定會變成是一個 一個人碰到健康的風險 就會從天堂掉到地獄的情況 所以為什麼健保那麼重要 然後我剛才他衍生就有問題 講說 這麼大的一個體制 這麼大的一個完全體制 它所產生的 資料保存 資料使用 誰不夠去看到這些資料 以及說 後續的 後續的 東南普的 這個國家角色的問題 抱歉 剛剛講過那個 命名聯合的問題 這就是 這就是台灣最荒謬的地方 政府的角色一直在擴張 但是怎樣 一直說我小的沒就好 因為不可能 因為每一個總統 選舉的時候都要開支票 開完支票以後 典現的是什麼 這樣 不可能是機器人 來典現這個事情 但是重點是回過頭來 那 那 到底誰要來管理 誰要來控制 誰要來做 這個 這個事情 那 到目前為止不對 我對這樣的一個 資訊的連結 跟 我自己的心證 我還是最有意義的 那自己來全有意義 我當然會 我當然會在乎 我的資料 是怎樣才被使用的 有沒有被做其他的 其他的 這樣的一個使用 我覺得這問題 其實是今天 要跟大家討論的問題 那我相信因為判決都已經出來了 他 這個 敗訴 對不對 那 他就繼續 接下來 只能過總的就是視線 就到大把門去做視線說 那到底 到底怎麼樣來 怎麼樣來讓大家的資料 跟大家的安全益 那我想 今天 我們先掌聲謝謝 各位 好不好 好 從 從黃一北的資料的整理 其實是讓大家可以 不管你對這個資料 不管你對大數據 不管你對這個事情的 看板著 但是最起碼 其實大家都可以 有一些基礎 來共同思考說 那我們怎麼樣來面對這個事情 那當然 接下來 提大家多關心 不只是 不只是健保 其他的 越來越多 其實如果能不能看官方的資料 通到什麼就有產值 那 通到產值這兩個字 絕對不是 就不會是很單向的 很單向的問題 所以 就大家提關心 那 今天 其實就是 哲武跟 台灣經濟人聯繫都會 共同聯繫辦的 那我們也感謝經濟太基金費 然後 這是一個 獨立書店加咖啡店 那 歡迎大家也可以 選過 因為我們一週年 這個 上面的 免費提供這場地 我就 共享福 因為上面的書 如果 有購買的話 買一千也有送袋子 買五百也有送咖啡券 你讓實體的書店 可以生存下去 避免太多人 要跑到太前 那場一句 開玩笑 好 以上 就謝謝大家參與 編隊 感謝